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喜欢跟你待在一起哦 他知道这就是他的真远了 他相信你们是有未来的 他看到了未来 每当想起你呢 他就有很兴奋的感觉 有很多甜蜜情话想要带给你 想把这份好消息带给你 他得到了重生哦 你的出现呢 你就是帮助他过去的压力烦恼痛苦都忘记了 都可以暂时放一片的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智者 你是一个好有智慧的人哦 你的观察能力好强 你帮助他就是见到不一样的人生 可以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他最近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首先你走起拍个来看 他很喜欢跟你待在一起哦 很期盼着下一次的见面 你带给他心灵上的平静 你帮助他忘记他的烦恼痛苦 你帮助他得到了疗愈哦 你的一切他都能够接受的 在他的眼中你近乎完美了 他相信这就是真缘 他对你的未来有信心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带给他喜悦开心的人 很期盼着下一次的见面 他想要把他心中慢慢的甜言蜜语带给你哦 他觉得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了 自从跟你在一起呢 他的人生充满 希望你是那么的有逻辑的人哦 不会无理取闹的 还有呢 就是观察能力也好强 你帮助他呢 就是见到不一样的视野 见到一个更光明的世界 有你 他要过得更开心了 更懂得享受人生 更懂得过得快乐 看塔罗怎么说给圆导第一组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你是那么慷慨大方的对他好哦 他觉得能够跟你在一起是他的福气 虽然你就是一副很认真 严肃的样子 但他知道你是爱着他的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爱 你就是轻而易举的去把他心中难过的情绪带走哦 你帮助他过得更好 你平复了他那个不平衡的心 他现在想飞而铺火的冲向你去把你紧紧的包着 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 在他的眼里 你是那么的甜哦 你是带着光环的 他喜欢更多能够跟你靠近 除了你之外 他不考虑其他的人了 他觉得你是最好了 想起你 他就忘记了其他所有的追求者哦 其他更优秀的追求者出现 他也不看在眼里的 很想推动这份感情前进哦 很希望可以跟你更早的能够下一步的发展 其实在他的眼中你是完美的 你的缺点他能够接受 都能够包容了 他现在只想好好的经营这一份感情哦 他愿意全心全意投入爱你 他把你看成是这样的要取要价的一个对象哦 是以结婚为目标跟你交往 给选到第一主的详细你都想到什么呢 以陶罗派卡来看 他觉得一直以来 你对他的付出 你对他的好 他都看在眼里 他都能够感受到 虽然你嘴上很少说出什么甜言蜜语 甚至一副很严肃冷漠的那个样子 但他知道你是爱他的 他能够感受到哦 他觉得能够被你爱着真的是他的福气 是三生有幸的 你就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就把他心中的难过痛苦不快乐的心 给他治愈好的 是你把笑容挂在他的脸上哦 他现在就很想要紧紧的把你抱着 飞而扑我的冲向你去表达他对你的爱哦 他已经对你产生的依赖 在他的眼中你是带着光环的 不管你去哪里他都要跟着你了 他想起你呢 他所有其他的更优秀的追求者 他都忘了一边了 就放在一边了 抛在脑后了 他想起你 他就完全对其他人提不起兴趣 而他心中就是只有你一个 很希望更早的能够推动这份感情前进哦 他想他已经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的 不想再考虑其他的对象了 他觉得你们再等下去只是浪费时间 为什么不更早的能够进一步发展呢 你的缺点他都能够包容 在他的眼中呢 你就是完美的 情人眼里出细思嘛 他觉得你的优点已经盖过了你一切的缺点 他现在只好好地经营这份感情 他不再考虑其他的对象了 他把你看成是他将来要取要价的一个对象哦 他只是想要跟你经营好这份感情 走到白头偕老 抗资卡怎么说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不想放开你的手 不想要你离开他 很欣赏你的坚强哦 你是那么坚强的人 他的心永远只属于你 他永远只爱你一个 是的 他就是你的灵魂伴侣 他觉得你们前世已经认识的 请你给他一点 时间呢 给他多一点的包容 再给他多一次机会 把他求你了 你跟他过去认识的前任都很不一样哦 但他就是喜欢这么特别的你 他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 他其实早就想对你采取行动了 他在等待着时机 当他把他的眼睛闭上呢 他见到的都是你 打开眼睛 睁开眼睛 也在看着你 也是想起你 他好想你哦 很希望你能够在他的身边陪伴着他 给选到第一组一字卡 来看他说他不想放开你的手 请你别离开他 很欣赏你那么的坚强哦 他要向你学习 他的心永远只属于你哦 他只能够爱你一个 是的 你就是他的灵魂伴侣 你们前世就已经认识了 所以今生一定要在一起 请你再给他多一次机会给嘛 他会下来求你哦 求求你哦 别离开他 别让他离开你 你就是跟他过去的前任很不一样 他就是喜欢那么特别 那么独一无二的你哦 他早就想对你采取行动的 只不过他现在觉得时机不对 他在等待最佳的时机 他好想你哦 他闭上眼睛 见到的满满都是你 睁开眼睛 第一时间又会想起你哦 多么的希望 你就在他的身边陪伴着他 看中文字可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人生太短 所以笑吧 趁你现在还有牙齿 现在还有牙齿就笑哦 可以快乐 就要快乐 不记得也好 忘记也是一种福气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何必记得呢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 我只喜欢你 他可以不喜欢你 但他就是完全无法不喜欢你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要懂得去设立界限哦 要有底线 如果你不舒服 就要说不哦 就要拒绝哦 就要表明心意 表明自己的界限是什么 走向光明哦 嗯 在任何情况底下呢 都要保持正面的 保持乐观的 才能够走向光明 还有呢 你请你提醒一下哦 你自己 你是自由的 你是绝对 可以做选择的 在任何情况底下 你都有选择哦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新币二的牌卡哦 同一时间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 你需要做决定 呃 可以用一个非常 嗯 轻松愉悦的心态呢 去面对你面前的事情哦 虽然看起来很令人感到压力 因为好几件事情需要你去面对处理 但呢就是 别忘了保持笑容 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态 可能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更好的能够处理这面前的问题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余呢 祝你与对方的感情变得更稳固固固的 还有呢就是无忧无虑的一切 顺利的走向美好幸福哦 请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带我们的主题是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抽成玉培卡一起来看 最近这个人每张想起你都想到什么 抽一张主题牌卡给选到第二组 看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这个孔雀牌卡的到来哦 他真的很珍惜这份感情哦 他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哦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男神或女神的那一种存在 心中满满的热血 满满的热情哦 想要去追求你去接近你 靠近你 想起你他就满满的勇气哦 想要主动的去推动这份感情前进 对你完全是专一忠诚的 他的心完完全全只象征你一个 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 新联系之间的一个交流哦 对你完全忠诚专一 可以选到第二组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首先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很重视这份感情哦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男神或女神的那种存在了 心中满满的热血与热情的 想要做点事情的去接近你 靠近你 他想要追求你 想得到你的放心哦 为你呢 他鼓起好大的勇气 想与你有更多的能够交流沟通 希望可以跟你促进感情哦 他现在完全的心是向着你的 对你完全是忠诚专一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过一辈子的人 他要成为一个你认为可信可靠的人 看塔罗怎么说你选到第二组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他有很多难以启齿的话想要告诉你 他早就想要对你说好多好多的话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很想要跟你发展成可以无所不了的一段关系哦 希望就是可以得到你的信任 不知道几时可以再跟你团聚呢 很怀念跟你在一起说有效的那一段时间 他知道要保持平衡要找到磨合期 这个磨合期这段日子是比较有多的摩擦的 但是他还是乐观带着笑容的去相信 一切都会过去的 很想要见你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好有神秘感的人 很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 很想更懂你更靠近你更认识你 你是那么的安静 你在到底在想什么呢 好想知道你的内心世界 到底里面在想些什么 对你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哦 已经停不下来了 对你的爱就是那么的一发不可收拾的 你结束了他过去的那漫长的等待哦 他觉得他遇见你就等于 就是找到了他的那个男神或女神 他要找的人已经出现了 在他的眼里你是那么的吸引他 你是那么有魅力 想与你发展成一份幸福永恒不变的感情哦 甜蜜的感情 给选到第二主的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告诉你 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早就爱上你了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吸引他 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哦 对你的事情他都很好奇 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呢 你私底下是怎么样的人呢 他想更懂你更了解你哦 你就是一副很安静的样子 就是经常没有表情的在思考的样子 到底你在想些什么呢 你一副男神或女神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哦 他想走进你的世界 很希望可以发展成一份无所不了的感情哦 想得到你的信任 希望可以跟你多一点的交流 很期盼着能够跟你见面跟你团聚哦 对你的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他发现呢爱上你就停不下来了 他知道可能之间有一些摩擦有一些误解 但他了解这个痛苦都会过去的 他带着笑容乐观的心态去期盼着 这些磨合期会成为过去 然后跟你变成一份幸福美满的感情哦 无论多艰难他都不肯放开你的手哦 毕竟是你结束了他那漫长的等待 若不是你的话呢他可能还在活 他还活着很迷惘的感觉哦 遇见你他才知道自己一直寻寻觅觅的那个对的人 就是你了 在他的眼中你好有魅力 你是一个带着光环的 你是万人迷的那种存在哦 他就是想追求你 希望可以跟你发展成一份永恒不变的 甜蜜幸福的感情 康斯卡怎么说你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觉得他自己好累 他受过的伤害多过手指能够算出来的 就数不胜数了 你实在太完美了 你是不是人呢 就他觉得你好像天使那样子的 太完美了 你是相机吗 每当见到你 他就不由自主的会想要笑起来 对你笑 你是他的唯一的真爱 也是他最棒的朋友 他想告诉你 他有时会比较情绪化一点 但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请你别胡思乱想 只要能够跟你说上话呢 他特别的兴奋哦 他喜欢跟你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需要好好坐下来谈谈哦 他觉得你们有必要 好好地谈一谈 过去他就是受过很多的伤害的 希望可以跟你就是修成正果 不想再以分手为高中 可以选到 第二主义自卡雷刚才说他好累哦 他在感情的路上 跌跌撞撞 碰碰撞撞的 一直遇到的 都是伤害他的人 他所说过的伤害 已经多到数不胜数了 过去他就是有很多的阴影哦 自从你出现呢 他才见到一丝的希望 请你就是善待他 他决定善待你哦 他也希望你善待他 你是那么的完美 你像天使那样子哦 你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的 每当他见到你 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享受起来 你就是他的快乐 你是他的唯一的真爱 也是他最棒的朋友 他好需要你 你是那么的重要 有时候呢 他就是会情绪花起来哦 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 心里别胡思乱想哦 其他一点时间 静一静就可以了 每当只要能够跟你说上话 他就特别的兴奋哦 他很需要跟你说说话 只要跟你说上话 他心情就会愉悦开心起来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既然我们不是一路人 那么我就到你的路上去 他可以为了你改变他自己 放弃他的原则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你就是他最重要的人 他需要你 爱你的心不怕等待 他愿意为你等哦 也为他爱你 看这个成语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别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先弄清楚真相 才去说你的判断或行动也不止哦 慢慢来的 就是保持清静的心 你才能够更好的能够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冷静一下哦 不要冲动的去 去做什么行动 尤其是去指责对方哦 先弄清楚情况 才去做这些会伤反情的事情 保持优雅的姿态哦 就是做一个私人有理的人 还有就是多点体谅哦 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多一点的理解 去体谅一下对方的难处 看塔罗怎么说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圣杯三的牌卡到来哦 这他庆祝的事情哦 恭喜哦 有必要呢 去跟对方庆祝一下哦 不管多小事都可以去庆祝一下 给对方多一点的美好回忆 而创造美好甜蜜的回忆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说过妈妈的爱的 被妈妈正能量围绕着的 还有就是 与对方过一个你满意的快乐人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关注的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您的到来 这家咱们的主题是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说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最近这个人每当想起你都想到什么 抽一张主题排卡给选到第三组 看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哈喽 一张主题排卡来看 他好留意你哦 他全部心思在你身上 他发现对你的热情比过去还要更强了 你是那么的乐观开朗的人哦 他想向你学习 他喜欢靠近你接近你跟你在一起很多的欢笑声 跟你之间 已经有很稳固的一个友情关系哦 他觉得跟你可以走得长远 这份感情慢慢的在进展中哦 他很满意 这份感情发展的好顺利 对你的热情也比过去还要更强了 他见到未来 他觉得你们的未来会是闪闪发亮的 给选到第三组的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首先你主题排卡来看 他发现他全部心思在你身上哦 他整颗心被你偷走了 现在他全部的想法 只想着你要没有其他人了 他觉得你是一个好乐观的人哦 是一个快乐的人 跟你在一起 你带给他很多的欢笑声 他喜欢跟你相处 他觉得这份感情很令他感到满意 他见到未来哦 他觉得这份感情在往正确的归道 归道在发展中 在顺利的进展中 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 他觉得会是闪闪发亮的 对你的热情比过去还要更强哦 他发现他更加爱你了 看塔罗怎么说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这个人他想到你都想到什么 他觉得你是一个宝很想占有你很想要把你静静的包在怀里不让你离开他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在感情方面不是很有经验的人 他要学习哦 他要学习懂得制造更多的浪漫 他要学习懂得制造更多的浪漫 你是那么的有吸引力哦 你是那么迷人 明知道爱上你 是需要冒很大的险 但他就是停不下来对你的爱恋 他有吸引力的 他止不住对你的想念哦 他想跟着感觉走 而跟着感觉走就是走向你哦 想争取一切可以跟你靠近的机会 不知道几时可以在 抱一抱你 亲闻你呢 他为你改变了好多的坏习惯 为了你 他心甘情愿的改变了他自己 为的就是令你更对他满意 他现在满满耐心的期盼着 这份感情会进一步的发展哦 很期盼着这份感情可以走向美好幸福 他心中满满的热情哦 想对你采取行动 对你主动的去表达他的爱 在他的眼里你是那么独立自主 你是那么有能力 你是那么的棒 是他喜欢的类型 他已经等不及坐不住了 想把满满的热情带给你哦 给选到第三者以塔洛派卡来看 他想起你都想到什么呢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宝哦 很想要尽早的能够占有你 把你放在身边绑着你 不让你离开 他不让你被别人抢走 他知道他自己对感情不是很有经验 可能不懂得创造浪漫 甜蜜的情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他在学习哦 他想学习成为令你更满意的样子 他已经被地理为你改变了不少哦 他想争取一切可以跟你靠近的机会 想拥抱你 把你把他的香蚊带给你 他觉得你是那么有吸引力 他明知道爱上你 他可能会冒很大的险 可能会受伤 可能会遍体鳞伤 但是他就是停不下来对你的爱恋哦 他对你投降了 他跟着感觉走 和这个感觉就是带 把他引向你哦 他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爱上了你 他现在充满期盼的耐心的等待着 这份感情有所好转哦 等待着你也会爱上他 心中满满的热情 很想对你采取行动 对你的分门反应好强的 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很懂得隐瞒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独立 很有能力 很棒的一个人哦 在他的眼中你就是完美的 他心中很多的热情 想第一时间的立刻马上冲到你 立刻马上的出现在你的面前哦 看资卡怎么说 一全道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哦 是你帮助他变得更好哦 你让他见到他需要改变的改进的地方 你只是轻轻碰一碰他就足以令他的心乐开了花 过去的他就是不清楚哦 就是爱上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比较慢半拍 除了你之外 他不想跟别人经历这样的甜蜜的感情旅程哦 我们就在一起吧 在一起会比较开心哦 他不想跟你分开 他对你的爱一直都在哦 只要你细心留意一下你就知道 你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就大家诚实的把话说吧 就把心里的话说吧 就大家诚实的把心底的话说出来 不知道你对他是否一样有感觉呢 很想听听很想确认一下 感谢你哦 就是一直里来都是那么的甜 带给他的关怀关心 给选到第三组一字卡来看他说 是你帮助他变得更好哦 是你激发了他的上进心 让他见到他不好的一面 让自己变得更好去改进 你只是轻轻碰一碰他 就足以令他神魂颠倒 令他的心乐快乐化 他就是比较慢半拍哦 过去的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你了 现在才知道哦 他早就已经爱上你了自己都不知道的 除了你之外呢 他谁都不想要 请你别把他对给别人 这份甜蜜的感情道路上 他只想要你在他的身边 我们就在一起吧 为什么要分开呢 我们在一起会比较开心哦 我们就诚实的面对心中的 在分爱 你对他是否有感觉呢 请你就告诉他吧 很想确认一下哦 他是深爱着你的 而你是否也一样也深爱着他呢 请你多留意一下 你周围哦 他其实有一直在散发出他对你的爱 只要你细心留意一下 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爱了 感谢你一直以来都是带给他好多的甜蜜 你对他的关心关怀 他都看在眼里 看从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你到底爱不爱我呢 不是无聊才来找我吧 他想要确定一下你对他是真心的吗 今天很忙但没有忘记想你 他无论多忙他都不会把你忘记 我想成为常被你挂在嘴边的那个人 他想成为你最重要的最在乎的那个人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三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有什么建议呢 你的心态呢决定你的幸福哦 就是当你懂得去看好的一面 你就会快乐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看这个神域牌卡还有什么建议 拿出你的创意的一面哦 创造更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在你们之间哦 添加色彩 顺应自然哦 可以改变可以努力的 当然要努力 但是一些自己控制不了的 那么就顺应自然哦 给选到第三组给予你的建议呢 首先就是要懂得去把目光放在好的一面哦 那这样你就是有一个有福气的人 有福的人哦 创造一个有创意的人生哦 可以时不时的制造一些浪漫 或者是尝试一些新鲜的事情哦 控制不了的事情就别强求了 能够做好的就当然尽量做的最好 但是控制不了的就顺应自然哦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魔术 是魔法式的这一张牌卡 其实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你不用再等最佳的时机 不要一直再拖了 你所要的资源已经在你的面前哦 请相信奇迹无所乎在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保持乐观 你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哦 别再拖拖拉拉 别再拖时间 别再说时机还不对 再等一等 你要等到几时呢 其实你不缺的 你的资源都在你的面前了 你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面前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就是对方可以很愉快的 充满幽默的 过每一天 愿望梦想 顺利能够实现达成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